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开始讲可 首先请大家发菩提醒 我们今天听可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世俗的生活工作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学佛肯定是需要有目标 而且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目标 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大乘佛教的目标 大乘佛教的目标就是发自内心的 就是想一切 想让天下所有众生离苦得乐 就是为了让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首先下决心我们自己要成佛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成佛的话 虽然这个法心法得很好 但是没有这个实际的能力 所以首先下定决心自己要成佛 然后为了成佛 那成佛怎么成佛呢 那就是要学习修心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来听这个可 大家要这样子的法心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听可 以后我们做任何善事都需要有这个菩提心的基础 特别重要 希望大家好好发菩提心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这个大摩雪埋伦 那大摩雪埋伦呢 在这个禅宗的这些轮当中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轮点 那虽然这个字不多 但是呢内容呢非常非常的丰富 而且这个内容丰富的意思就是说 它不仅仅是讲了很多 这个一般的这些佛教的理论 它就是将佛教的精华 佛教的精华 而且这些佛教的精华呢 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实秀 实际的修心有关系 所以特别的重要 大家一定这个好好学习 然后这个比如说像大远门 大手阴 就是在我们比如说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非常突出的 就像汉传佛教的禅宗的见解一样的 等统的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就是大远门 其次就是大手阴 然后就是十轮金刚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 那么这个 这些啊 不管是大远门 大手阴 或者是这个禅宗 那么他们讲的东西呢 内容呢 实际上就一个内容 就一个内容 但是他们有些时候 这个描述的 或者是他们的表达的方法 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比如说像密宗的话呢 它就是一种遗术 就是一种艺术 它就是用特别特别多的 形象化的东西来表达啊 一个超越形象的啊 这样子的内容啊 那么禅宗呢 它就不不太用这样子的 这个啊 它不太不太用这样子的 形象化的东西啊 文字方面呢 用的也不是很多 但是啊 不管是用遗术的方法去表达啊 或者是新传新的方法去表达 或者是其他方法的表达啊 实际上他们所表达的 所传达的这个内容呢 都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呢 就是用了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啊 这个方法来表达 最后呢 就是表达什么呢 就是表达我们自己的 这个新的本性 是什么样子 其实这个就是比较容易的 为什么这么容易呢 比如说 让我们去相信啊 就是某一个神啊 某一个其他的非常神秘的东西 那这个不一定我们能够接受 不一定能够接受 因为这些神秘的东西呢 那么你相信啊 那什么问题都没有 如果不相信啊 那永远也是没有办法 证明这个的存在啊 他的真实性啊 那这类的东西啊 都叫做神秘的东西 那那么呃 禅宗讲的啊 或者是大宇宛讲的啊 或者是大宇宛讲的表面上啊 看起来也就是一个啊 很啊 这个神秘的东西 但是其实他讲的都是 我们人的自己的本性呢 性的本性呢 那性的本性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这个方法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直接可以看到啊 自己的心的本性 而不是让我们去看 我们永远都看不到的东西啊 这是让我们去相信 我们自己的心的本性 是什么样子 让我们去探索 或者是体会啊 自己的心的本性是什么样子啊 这并不是让我们去 这个相信啊 一个永远看不见啊 然后呢 永远没有办法去体会的东西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个全部都要靠这个信仰啊 靠信仰啊 其他的比如说逻辑 没办法证明啊 体会没办法体会 那唯一就是啊 就是信仰啊 那这种情况呢 可能是我想啊 很多人是不太容易 呃 能够接受啊 尤其是年轻人的话呢 可能是更加的不太容易 呃 接受啊 但是这个大圆满大首音 当然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也很难啊 因为我们的思维啊 我们的这个探索 观察啊 所有都是啊 只能就停留在 停留在我们的意识的这个层面上啊 意识的层面上 然后让我们突破这个意识的层面啊 就是很很难啊 所以呢 如果说很简单呢 也没有那么简单啊 啊 但是就是呃 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啊 下一点功夫 稍微投入一点啊 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是我们要啊 这个投入 另外一个呢 方法是一定要照到方法 正确的方法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啊 这个体会啊 体会到新的本性 那是是完全是可以的啊 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希望大家啊 一定要忠视啊 一定要忠视 好 接下来我们将这个 这个大摩学美伦的啊 他的这个内容 昨天我们前面呢 就是已经讲过了 如果就是我们证物啊 就是有两种情况 那两种情况 引读佛教也是这样子啊 藏传佛教也是这样 汉传佛教也是这样 我们整个的大乘佛教啊 的方法呢 都是一样啊 那什么一样呢 就是证物的方法 就有两种方法 一个啊 是根本不需要学习的啊 生下来的时候呢 人家已经有这个境界 那这个境界呢 不是这一生学来的 而是从上一世带来的啊 带来的啊 比如说我们先很多的 福尔代一样啊 他自己不需要争钱了 就是人家已经生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很富裕了啊 有钱了啊 他不需要贫啊 那就是这种人啊 这个内在的内在的这个财富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确实是确实是也是 有一种有一群啊 像富尔代这样子的人 当然他的福呢 当然不是父母给的 是自己创造的啊 自己创造的是上一世啊 自己创造的 所以呢 这一世呢 他就是啊 就是依靠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啊 咽下大五 就像慧能啊 大师啊 这样子的人 慧能大师啊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 他就连资啊 都不是啊 连资的不是 我昨天也讲过了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谭经的很多地方啊 推测的话 慧能大师确实是不是资的啊 但他就这么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啊 他就在老家的时候啊 就是上每天早每天啊 早上到山上去看柴 然后呢 就把这个柴买给其他人啊 谋生的一个这样子扑通的 再也不能扑通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 他为什么一听到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呢 就是啊 有这种真物的非常震撼啊 真物的这种感觉呢 为什么他有呢啊 那我们其他人这个学历非常高的啊 然后就是这金刚经啊 别人松啊 或者是自己连啊 就听了很多也没有什么震撼啊 那么这个人跟人之间呢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差异呢 这个差异来自于什么呢 那就是啊 来自于这个有有有这个啊 鸡肋啊 鸡许 很没有鸡许的这个差异啊 人家像慧能大师这样子 他有上一世的这个积蓄啊 所以呢 他这一世就是啊 就很容易的可以可以争悟了啊 然后另外一种人的话呢 那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啊 这个这个条件啊 全部都要靠自己 就是要这一生啊 就是要靠这一生的这个学习一步一步啊 但是呢 也可以是虽然这一世呢 他们不是啊 富二代 但是呢 下一世呢 他们同样也是富二代啊 也是自己创造这一生当中啊 创造的财富 然后他下一世呢 啊 就可以啊 这个勇啊 所以这个是 这有两种这个真武的方法啊 一直都是有的 那么这个当中呢 我们啊 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学佛的人啊 就是普通的学佛的人 这个根基没有那么成熟的人的话 那也没问题的啊 我们就是啊 通过这个学习 然后呢 虔诚的修心 那一定能够这个真武的 虽然我们上一次讲啊 比如说像薰打石啊 他就是花了25年的时间啊 才能够真武了 但是大圆满 如果我们学大圆满呢 那绝对不是不是这样子啊 绝对不是这样子 大圆满的真武呢 当然也是要看人啊 看个人的这个各方面的条件啊 但是呢整体来说呢 确实是没有那么 那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啊 所以呢相对是比较快的啊 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啊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啊 有希望啊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学习 把我啊机会啊 昨天这个大摩诸师呢 也就啊 啊 哭口婆形的啊 给我们讲了啊 不要虚读人生啊 就是要啊 这个啊 用共啊 抓住这个机会啊 这这句话呢 确实一定要记住啊 就是因为这个 大摩的这些轮当中啊 他讲的基本上讲的 都是非常非常搞大上的 这些这些啊 警戒啊 一般的我们平时啊 用共啊 努力啊 这些方面基本上讲的很少很少啊 但是呢 他也讲过了 所以我们大家也要记住啊 一定要这个努力 那怎么努力呢 啊 那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要文思修啊 特别重要啊 文思修学习是非常的重要 学习 然后呢 啊 修心当然是更加的重要 同时啊 就是精良的啊 积累福报啊 积累福报 虽然这个福报 昨天也讲过了啊 虽然这个福报 是人天福报 但是呢 呃 他是不能让我们直接 证悟这个心的本性啊 但是这个福报呢 就是间接的啊 虽然不是直接 但是间接的啊 帮助我们啊 找啊 这些快速的证悟啊 这个是一定会有帮助的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啊 这个清经自己的嘴果忏悔啊 忏悔 那么忏悔呢 通过忏悔会不会证悟呢 啊 也也也也不太可能 但是呢啊 忏悔也能够见解的啊 让我们证悟啊 这是非常的重要 还有一个 比如说这个上世瑜伽啊 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这些条件呢 通过这些条件啊 就是我们努力呢 啊 就是要就是往这些方面努力啊 就是我们要创造这个证悟的条件啊 创造这个证悟的这些 这些各方面的这些因缘啊 那这些因缘成数的时候 就会证悟的啊 非常的有意思的啊 嗯 这个啊 就是啊 大家都啊 这种年龄啊 那么就是有生之年啊 我们就是会不会就有一个世俗方面的很大的成就啊 这个不一定啊 啊 当然如果自己感兴趣努力的话也有可能啊 但是呢 不说这个不不太好说啊 但是修行方面啊 这个努力的话一定会有成就的啊 一定会有成就 所以呢 这个方面呢啊 要大家这个努力啊 这个修行方面的啊 这个成就呢 昨天也讲过了啊 我们的其他的所有的成就呢 大墨祖师也讲过了 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呢 都在 但是呢 一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在了啊 啊 但是这个 修行啊 所得到的这些心得啊 这些成就就不一样了啊 睁开眼睛的时候也在啊 闭着眼睛的时候同样也在啊 这一生也在 下一世也在 下一世呢 同样啊 也用得上啊 所以呢 一定 大家一定 呃 呃 努力啊 我们一定要接受啊 一个现实啊 实实啊 实实是什么呢 实实就是一定啊 我们的意识啊 是一定是可以啊 提升的 他有很多很多提升的 很大的提升的空间 啊 很大的提升的空间 绝对会有的 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收过这个 搞灯教育的人 和收过搞灯教育的人的身上啊 他们的知识啊 知识 还有就是知识棉啊 还有就是俗职 各方面就看到收过教育的和没有收过教育的 两个人的啊 这种意识的这个提升的程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看得出来啊 然后还有再提升的话呢 如果他收到了一个更更啊 更高级别的这个教育的话 方法的话呢 那他的这个意识呢 再也可以提升的 完全是可以的啊 还有在这个上面呢 还有很大的空间是可以提升的啊 这个首先这是实事啊 这是实事 我们很多人是不太了解我们的这个意识啊 意识是不太了解 比如说科技就是在物质方面呢 非常有突破性的进展啊 但是就是唯一就是在这个意识这个层面上呢 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成就啊 没有任何的成就啊 不了解啊 不了解到现在也就是这意识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连这个都没有没有一个通语的说法 没有搞明白啊 更何况它能不能提升啊 等等等等相关的就跟跟跟没有啊 更没有这方面的答案 但是呢就是这个佛教里面啊 就有如果我们得到了更好的这个方法啊 这样子的话 这个我们的意识是完全是可以提升的 提升这个生命 我们的生命或者是人的医师是完全是可以提升啊 提升了以后呢 提升到什么程度呢 提升到菩萨的这个程度 然后就是佛的呃程度啊 提升到佛的程度 实际上啊 就是这个所准确一点的话 实际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啊 提升到这个至高无上啊 然后同时呢 我们的智慧啊 也就提升到至高无上的 这就是佛了啊 这就是佛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啊 稍微服处啊 服处一点 投入一点的话 那这个是一定会有很大的回报啊 这是肯定的 嗯 大家记住 好 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内容啊 若坚行即是佛啊 这句话已经翻覆了很多很多 很多词了啊 后面也还会讲的 若坚行即是佛啊 然后我们的本性啊 我们的本性啊 这个对我们我们可以怎么讲啊 对我们还没有真物的人来说啊 其实这个我前几天也讲过很多次了 对我们没有真物的人来说啊 啊 见性就是佛或者是烦恼即是菩提这类的华啊 就是因为他太审了啊 有些时候呢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直接接受 或者是没办法啊 相信啊 就是这样子 升到这种程度了啊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体会的人啊 就是稍微也就是说稍微有一点点啊 这个啊 对这个政务啊 稍微有一点点体会的人啊 对他们来讲啊 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啊 事情啊 很正常的啊 我昨天也讲过了 就是当我们自己啊 有一点点啊 这方面的这个感受啊 体会啊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了解啊 真正的佛的境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啊 什么样的境界 然后呢 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 就是全自动自动化的就完成啊 全部的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些工作啊 他怎么做到的 这些方面呢 就是当我们证悟的那一天啊 我们会有一点点啊 这个了解啊 我们会知道啊 原来佛是这样子的啊 原来佛是这么做的啊 原来佛的境界是这样子的啊 原来佛境里面讲的光明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在自己的理性当中啊 这些答案一个一个答案啊 全部啊 基本上啊 自己就是获得了啊 这些答案啊 然后呢 就是还没有到这个之前啊 在这个前面我们停留在这个文思学习理论的阶段 那这个时候呢 就如果说我们啊 新的本心是佛呀 烦恼是智慧呀 确实是啊 没有办法啊 这个体会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 这跟空心不一样啊 空心非常的容易啊 佛说万事万物 就是入环如蒙啊 那么这个我们完全可以用逻辑啊 推力的方法就可以确定啊 这一点 嗯 这是佛 通过佛教的逻辑 这是佛教的中观啊 通过中观的方法呢 然后就是就可以确定啊 这个是空心啊 但是佛心呢 呃 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佛心当中已经饱含了空心 但是呢 做了一个啊 这个一个一个内容 那就是光明啊 到底什么是光明呢 呃 如果这个没有自己的体会啊 没有这种体会的话 那就是啊 光明就是光明了 然后呢 再再用更多的词汇 也就是一样的啊 所以 所以就是 嗯 要彻底的明白这些 呃 这个内容啊 那就是要证悟 证悟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的 呃 呃 呃 剑性 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啊 呃 这个方法很重要的啊 方法非常的重要 这些理论啊 都是大理论啊 全部都是佛教里面呢 最顶尖的这些理论 那这些理论 我们怎么去用啊 啊 怎么去用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了 最关键的是这个啊 那这个的这个具体的 用的是这个 应用的方法啊 就是基本上啊 就是在这个 谭经里面啊 谭经我们已经讲过了 大家知道这个里面啊 然后呢 更加的具体的 深入的 吸纸的方法 然后呢 非常习通的 规范的啊 这种方法呢 我认为啊 就是在这个 大圆满大首音啊 他们的这个方法当中啊 那么就是 方法啊 就是呃 很多啊 就是不同的这个 呃 时间端啊 有不同的方法啊 然后呢 有不同的耿机的人啊 有不同的方法 所以方法很多 呃 方法很多 就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些方法啊 就是完全是可以自己 争武的 争武的时候啊 实际上这个 争武这两个字啊 我们都已经听了 很多很多 无数遍了 嗯 实际上争武呢 呃 就是呃 简单的说啊 争武就是 就是呃 直接啊 了解了自己的心的本性 是是是 是什么样子 那这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争武了 那比如说 直接 直接是什么意思 呢 直接就是说 第一个啊 我们不是啊 通过理论来推断 啊 不是推断 啊 不是推测 啊 不是彩测 啊 更加就不是彩测 啊 然后呢 第二呢 啊 也不是啊 比如说 像啊 佛啊 龙鼠菩萨啊 啊 甚至是 我们的上师啊 自己根本上师啊 也不是啊 上师说 新的本性是光明 所以我认为是光明 上师说 新的本性是空心 所以我认为新的空 本性是空心 不是这样子啊 啊 当然是佛说了 放这个 这个 所有的高僧大德都说了 包括我们的上师也说了 但是上师说和不说 佛说也好 不说也好 就是实际上最终啊 这个是自己要确定的啊 自己要确定 如果我们自己确定不下来啊 全部要考上师的预言 或者是想佛的预言的话 那最后呢 还是没有一个自己的啊 属于自己的啊 所以就是说 刚才讲了两个啊 一个 第一个啊 不是通自己啊 虽然是自己呃 这个呃 这个呃 确定的 但是这个确定是通过理论 通过逻辑 通过推理呃 确定 那这个不算啊 这个不算 这个是理论上的人识啊 理论上的认识和认知啊 还不是真物啊 这一个 另外一个呢 根本就不是自己确定的 而是听别人的啊 别人是谁呢 就是佛呀 龙鼠菩萨呀 还有就是比如说大墨诸师啊 还有我们的根本上师啊 那就是听他们的啊 所以实际上自己呢 啊 没有一个自己的体会啊 那这种情况下啊 啊 我们说的再好啊 啊 这个啊 理解的啊 在啊 这个多啊 再深啊 实际上最后呢 是一个理论的解断啊 文字就是停留在文字上面 所以这些都不叫这个证物 那么证物呢 啊 就是我刚才讲的直接的证物呢 就是出了这两个意外啊 出了这两个意外 就是完全是用自己的 完全是用自己的这个感觉啊 自己的这个 这个 这个觉悟啊 就体会到了啊 体会到自己体会到 比如说我们啊 禅宗也讲啊 就是如人饮水啊 能乱自治啊 比如说我们啊 就是喝一口水啊 他的文度 我们自己知道了 这个时候啊 我难道还需要用这个逻辑来推理证明吗 不需要的啊 那另外一个呢 我还需要这个说 因为这个水是文税啊 为什么呢 因为别人啊 某某某人说啊 他是文税 他是热水 需要这样子吗 不需要 自己已经啊 体会到了 就是这种体会啊 那就是叫做这个真物 实际上真物是什么呢 就我们就是 是这个这个彻底的看明白自己的心的本性是什么样子啊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啊 我们的人的这个身体 人就是什么呢 或者是自我是什么呢 就出了两个东西以外没有什么 那一个是我们的精神的部分啊 那另外一个呢 当然是这个物质的这个部分啊 那么物质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比较了解了啊 这佛教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 那都是细胞啊 成千三万个这个细胞 构成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物质啊 那这个当中呢 它是无数个细胞啊 这每一个细胞 谁是谁是我呢 这个里面绝对不是啊 没有一个我自我的存在 哪一个任何一个细胞 都不可能是我 那么任何一个细胞都不是不是我的话呢 全部这些都排除了以后呢 那难道还有我吗 那我们找不出来我啊 那这是物质方面的 那精神方面呢 它到底是什么呢 虽然是每一天呢 有很多的情绪 但是这个情绪是它的表面的啊 这个心实啊 而不是它的本质啊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 这个穿越这个情绪的啊 这个层面啊 再看它最神的地方啊 才是它的本质啊 才是它的本质 比如说我们看这张桌子啊 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的啊 完全是物质的表面相像啊 我们肉眼现在看得到的这个 这张桌子啊 它绝对不是桌子 它绝对不是物质了啊 这个是就通过佛教的角度 通过科学的角度 它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 这是我们的 肉眼能够看到的 我们的手可以摸到的 这个绝对不是 它的这个 这个真实的情况啊 那我们看到的这张桌子呢 它是一个物质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物质的表面的显像啊 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它的本质啊 同样的我们自己啊 感受到的我们的精神的这种情况啊 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不高兴等等等等啊 那么这些呢 也绝对也不是它的本质啊 也是一个它的表面的现象啊 那么这都不是 这都不是这个本质呢 它有没有一个本质呢 它有本质啊 有一个本质 那这个本质啊 我们就是要非常啊 这个清楚的发现了 或者是感受了啊 那这时候呢 就叫做这个真物啊 这个就叫做真物了 这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们每一个念头 比如说这个我们昨天 前几天也讲过了啊 比如说这个啊 我们特别的生气的时候啊 特别的生气愤怒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比如说你今下来啊 一看这个分禄啊 它到底是个什么叫做分禄啊 这分禄什么样的叫分禄啊 分禄分禄 我们就是生下来到现在 我们知道人可以生气 可以分禄 但是呢 分禄本质是什么 我们从来也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啊 我们平时也觉得 没有必要去想这件事情啊 但是有必要 现在我们知道有必要啊 这是要 这是要去深入的去了解 了解的时候呢 看到了它的本质的时候啊 看到了它的本质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分禄呢 就是专化为佛的智慧了 专化为佛的智慧 实际上我们虽然用这个转化啊 这两个字转变啊 实际上这个是不准确的 不是专化也不是专变 实际上呢 这个分禄呢 它本身它的本质是 本来就是这个啊 佛的智慧 那么之前呢 我们从来都不懂得去看它的这个 本质的这个层面啊 我们只看这个它的表面的现象 现在我们知道它还有一个啊 这个更神层次的内容 以后呢啊 我们就突破了这个层面 然后呢 看到它的本心啊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不是专化 也不是专编 也不是什么啊 更加的更就不是断掉这个烦恼 不是断出 看到它的本心呢 看到它的本心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啊 它的本心不是这样子啊 它的本质跟这个 它的啊 这个表面的这种现象啊 就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异啊 表面的这个这个层面呢 它会让人非常的啊痛苦啊 甚至是去骂人啊杀人啊打人啊等等啊 但是它的这个本质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它的本质 它立即就会转变 它自己自动的啊 它自己自动的就会变成啊 就会啊就这个就会专化为啊 实际上就也刚才讲了不是专化啊 佛经里面有平时用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啊 这个词啊词汇 这是为了大家能够容易理解啊 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啊 就是用一个非常准确的 这个直接的这样子的词汇的话 大家不知道在讲什么 所以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讲比如说端处烦恼啊 然后就把烦恼专化呀等等 用这这类的词 最后呢 实际上也不是专化啊 就是看到它的本心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焚奴啊 他一下子就是释取了啊 他的这个世俗的啊 这些负面的这些啊力量啊 他的这些所有的负面的力量啊 全部消失了啊 然后呢 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是另外一个力量啊 另外一个力量是什么呢 是一个非常啊 争眠的啊 一个这样子的力量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 人的这个心啊 尤其是密宗里面 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的 我们人的这种啊 人的意识啊 无论是我们是终生的时候啊 还是我们成了佛以后啊 有几个他的功能啊 功能啊 一直都是存在的 相似的功能是存在的 嗯 比如说啊 这个傲门啊 或者是嫉妒啊 嫉妒啊 或者是拍外的啊 这种拍外的啊 这种啊 心啊 或者是羽亡啊 羽亡 羽亡 比如说我们 当我们是终生的时候啊 羽亡是 就是一旦有了这个羽亡以后呢 然后啊 就是我们就是满足不了他 满足不了的时候就会痛哭啊 然后我们为了满足这个羽亡 然后呢 就是啊 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啊 然后呢 比如说欺骗啊 偷盗啊 等等等等啊 就是这样子 那然后这个转变了以后 精华了以后呢 啊 是什么呢 那就是一个啊 实际上这个这个羽亡 它是一个 它的它的这个本质呢 就是一个接手啊 接纳啊 这样子的这个力量啊 一个接纳的力量 如果你成了佛以后啊 就是没有这种接纳的啊 这个佛的智慧 如果失去了这个接纳的功能啊 那这样子以后呢 他没有办法舍守终生啊 没有办法舍守终生 没有办法啊 这个度终生 嗯 因为他都排斥啊 排斥拍歪 然后呢 不接纳 那这样子的话 佛是没有办法度终生 佛不会舍守终生啊 现在我们啊 凡福 我们是普通人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接纳 接纳什么呢 啊 接纳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是世俗生活当中的啊 自己喜欢的人啊 物啊 啊 啊 就是这些了啊 佛成佛了以后呢 这种功能还在啊 这个功能还在 那这个时候接纳什么呢 接纳度化一切终生啊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种傲慢啊 傲慢啊 啊 或者是这个 比如说基督啊 这些比较拍歪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现在啊 就是普通人的时候呢 他就是一个负面的啊 那这种佛成佛了以后呢 佛的智慧啊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拍歪的啊 这个力量 那这个时候拍出什么东西呢 什么拍歪呢 啊 就是烦恼啊 就是这些这些这些不就上海众生的 对众生武力的这些东西 佛的智慧就主动的就会拍出的啊 所以呢 这个人的这个精神的啊 这个五个功能 现在也在称佛了以后 也在称佛了以后 这叫做五个智慧 五种智慧啊 现在那这五个就叫做五毒啊 现在他就是毒啊 成了佛以后就不是毒 成了佛以后就是啊 智慧了 那这个当中的这个专画 或者专辩的这个过程呢 那就是通过我们的啊 这个啊 付出啊 通过我们的训练 锻炼 用佛教的话 将通过我们的修行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 呃 所以我们啊 就如果了解了啊 呃 如果我们啊 就是看到他的 他的本性 那这样子的话啊 比如说 嫉妒 傲慢的本性啊 欲望的本性 然后就是愤怒的本性 看到了他的本性 他的本质啊 然后就完全是不一样了 功能 还是这个功能啊 呃 很香的啊 但是呢 他接手接纳的东西是什么呢 不是以前的东西了啊 然后呢 他拍出的这些排外 他拍什么东西呢 不是之前的啊 这种执着啊 然后呢 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排外 那这个这个 他的本质上不是这样 但是他的本质呢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 就是因为正义 因为他有这种功能 所以呢 成了佛以后呢 他可以啊 就是接纳一切终生 失守一切终生 然后他就可以排斥 所有的这些反 啊 这个自私呀 啊 这些烦恼啊 因为佛的智慧 也有这些功能的 所以这些功能呢 一直都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功能啊 用在什么样的 这个什么样的范围 什么样 什么问题啊 什么上面啊 那就是以我们的 这个经节来决定 没有什么经节的时候啊 没有真误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我们会遭业啊 真误了以后呢 那不是这样啊 所以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 就是一个字 误了啊 那么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密了啊 那么所有问题都来了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这样啊 一直都讲 见性即是佛啊 见性就佛了 就不需要其他的啊 见性就佛 若见性即是佛啊 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已经明白了啊 那么我们就这些这类的这个 这个这个内容呢 不要翻腑的去解释了 耽误时间啊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啊 但是有些时候呢 我觉得还有就就这个 虽然是重复啊 但是有些比较重要的啊 比较重要的这些事情呢 需要需要重复的 需要重复的啊 这是故意重复的 重复了以后 翻腑重复重复以后呢 大家就记住了啊 所以有些时候是需要重复 但是呢 因为这个 这个文章里面呢 但就是讲的 就全部都是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都讲的是这个啊 所以我们每一句话上 这样子解释的话呢 可能是没有必要了 那所以大家记住就好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更具体的 更深入细致的 到时候大家学大圆满的时候啊 或者是大这个环环王啊 密宗的时候呢 然后就不是这样啊 这个啊 虽然这些法里面呢 确实是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啊 但是呢 有些这个神读啊 或者是一些细致啊 这个到时候你看啊 这个像大圆满呢 密法的时候呢 这个啊 虽然是是是 讲的都是这个 这个这个内容啊 没有超越啊 但是呢 这个这个神读啊 又不一样啊 我们会感觉得到的 所以 嗯 然后呢 更重要的呢 就是要悟啊 这个非常的重要 若坚行即是佛 不坚信啊 即是终神啊 终神跟佛就怎么怎么 就这个差别啊 没有别的 就真误了啊 就是佛了啊 不真误迷啊 那就是终神 如果真误了啊 终神就就快成佛了啊 然后呢 不真误的话呢 那本质是佛啊 但是呢 表面上呢 就是终神 即是终神 若立终生行啊 若离开了终生的本心啊 心的本心 这个心就是心的本心 便有佛心可得者啊 就是没有 没有什么 佛心可得 佛今何处啊 如果我们人为 一直都人为 佛在外面啊 佛是一个外在的啊 佛 那这样子的话 那佛在哪里呢 众神啊 集啊 我们当然会可以说啊 佛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啊 不就是阿弥陀佛吗 啊 等等等等我们可以说一大堆的这样子的佛啊 佛的差度 嗯 这些都是佛 但是呢 这些都是佛的形象啊 还不是佛的这个这个本质 真正的佛啊 他大漠诸师想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啊 问我们如果你认为外在外面有一尊佛的话 那请问佛在哪里呢 那我们刚才就是说啊 阿弥陀佛呀等等 说一大堆 那这个大漠诸师啊 肯定会告诉我们 这些都不是佛啊 这些都不是 那这些都不是佛 阿弥陀佛都不是佛 释迦牟尼佛都不是佛 那什么是佛呢 啊 那他会告诉我们呢 那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他不就是跟人一样的啊 有新装的 有这个心想的 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金刚经里面不就说得很清楚吗 这些有心想的 有有我们能够看得到的 我们的语言可以表达的 这些呢 啊 都不是佛 不就不就说得很清楚吗 啊 那么这些都不是佛的话 那其余的佛是什么呢 啊 那就是佛的法神 啊 那佛的法神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在外面去找一个佛的法神的 佛的插头 那肯定是找不到的啊 那最后呢 佛的这个佛的法神在哪里呢 那佛的法神就在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啊 就在我们的心中啊 所以呢 大摩就是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 所以他就反反复复的闻我们 你们认为佛在外面 那秦闻佛在什么地方 他一直都闻啊 那我们可能是不了解的时候就 不就就在西方吗 啊 不就在东方吗 啊 但是呢 那他就会告诉我们 这些都不是佛 这些是佛的心想啊 不是佛啊 佛的心想 那佛的心想跟佛啊 当然有很大的这个这个区别啊 比如说一个人的真人跟他的照片啊 有什么区别啊 那佛跟佛的心想就有这个区别啊 啊 啊 所以这是佛啊 除所这个佛是啊 在和除众生行即是佛心也 啊 众生的本心就是佛心 性外无佛 佛即施行啊 这个心的本心和佛心啊 也是我们的心的本心 处刺行外 无佛可得 佛外 悟心可得 啊 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啊 都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下面呢 啊 就是就问一个问题啊 问曰 若不坚行啊 念佛 诵经 补食 持节 精进光心 福利啊 比如说帮助人啊 当医工啊 修卢不敲啊 等等等等啊 就是这些 那么得称佛佛啊 能不能称佛呢 这个答案我们就知道了 肯定是否定的 大约不得啊 不会得到的 诱文啊 应和不得 为什么不得呢 大约有稍发可得 是有违发 啊 这就是他的理由啊 为什么不是佛呢 如果有一丁点的啊 一丁点的 就是就是像啊 一个一个例子 这么小的啊 一个未成这么小的 一丁点的法 法就是十五啊 法就是这个这个十五啊 十五 如果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 得到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心里 能够执着啊 比如说啊 吃节 我们就就执着吃节 照到了一个吃节 或者照到一个我们心里啊 就是照到了一个一种吃节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这种这种观念啊 那这样子的话 这些观念啊 这些观念啊 就是都是执着啊 都是汪年啊 然后呢 稍微有一丁点的往年啊 那就不是佛啊 为什么呢 因为往年啊 和往年的对境啊 这些都是有违法 有违法 昨天我们已经解释了啊 就是有阴 有国啊 阴国啊 这些这些啊 虚幻的东西啊 叫做这个有违法啊 有违是什么呢 就是有阴有缘 因为这个阴缘 这个产生的 也就是说 硬和缘的产物啊 硬和缘的产物啊 就叫做这个有违法啊 有违这个位子啊 就是说硬和缘 创造出来的东西 就叫有违啊 没办法创造的啊 硬和缘 没有办法创造的 叫无违啊 有违和无违 佛教里面是这样子解释的啊 所以这个佛 他本身啊 佛的这个 从头到尾 从里到歪啊 没有一丁点的啊 这个有违的 有违法的东西啊 属于有违法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啊 那我们的从头到尾啊 从里到歪啊 全部都是有违法 什么不是有违法呢 我们的每一个情绪 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啊 这个细胞 全部都是有违法 全部都是因缘产生的 都是啊 但是佛是什么呢 如果佛的化身啊 我们认为是佛啊 那释迦牟尼佛 比如说啊 我们认为 他是佛啊 那释迦牟尼佛呢 对我们普通的人的艳丽 不就是一个人吗 啊 这是一个觉悟很高的人 啊 那人 当然就是 当然就是这个有违法啊 所以呢 小乘佛教啊 他皈依的时候呢 他是不皈依 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身体的 他说得非常清楚的 我们不皈依 释迦牟尼佛的身体啊 小乘佛教 为什么不皈依 释迦牟尼佛的身体呢 他说释迦牟尼佛的身体呢 也不就是父母的筋卵 结合 就变成不就是一个柔梯吗 就不一个普通的柔梯吗 这有什么好皈依的呢 我们不皈依啊 不皈依 不皈依这一类的物质啊 那你皈依什么呢 就是佛陀的境界 真无的境界 我们才皈依啊 所以呢 从小乘佛教开始啊 佛教皈依什么呢 佛教就皈依指挥啊 就皈依指挥 除了指挥 除了大别和 除了大智慧以外啊 其他的啊 这些物质 属于物质的 属于这些世俗的东西呢 他们认为 他自己本身都是考不住的啊 我就是皈依一个 考不住的东西 有什么用呢啊 他认为 他本身是考不住的 我不猜不猜 猜不归 这个年小乘佛教 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他 他所以就是说 佛 佛的身体啊 佛的法神 当然这里讲的佛 就是法神啊 佛的法神啊 从头到尾 当然佛的法神 也不会有头和尾啊 但是我们为了大家 方便理解 这么说啊 他也不会有利和歪 但是呢 同时也是我们为了大家 方便理解说 从头到尾 从里到歪啊 就是没有一定点的啊 这个有违法啊 因为佛 本身就不是啊 这个 这些有违法啊 啊 这些因缘 创造的东西 佛就是一个永恒的啊 就是存在的啊 这个本性啊 才叫做这个佛啊 其他的都不是佛啊 所以呢 他说啊 如果我们有这么一定点的啊 这个执着 执着的对境啊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这个对境肯定就不是佛了啊 肯定就不是佛 所以呢 他就是说啊 为什么不是佛呢 就这个原因呢啊 反式有阴和缘的就是有违法 反式有违法都是入环入蒙 不准事的 都是许环的东西啊 都是变化无常的 变化无常的啊 所以呢 这个不是佛啊 为什么不是佛 原因就是这个啊 有少法可得啊 就是我们如果有一点点的 这个法啊 不是讲的 不是佛法啊 这个法就是 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讲的话 就是实无啊 万事万物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个法啊 或者是 就是以丁点的东西啊 如果有执着了 那这个不是 这个可以执着的这些东西呢 都跟佛没有关系啊 他讲的佛是法身佛 所以呢 法身佛是不会有这些的啊 所以他就是说 这些都不是佛 不得的 主要的一个理由是这个啊 是有违法 是银国啊 那这些都是银国 有因有缘啊 才会出现的 凡是有因有缘 就是银和银银和缘 创造的这些东西啊 都是徐环的啊 都是靠不住的 都是变化无常的啊 所以你如果有这么以丁点的执着啊 执着的对境 那么这个对境呢 就是银元 银国啊 他就是这个银国的范畴当中啊 凡是在这个银国范畴之内的任何一个食物啊 都是啊 都是考不住的 所以都不是佛啊 有因是银国 是收报啊 那有因果 因果呢 肯定是要收报的 佛不会收报的 收报 是轮回法啊 那这些都是轮回法呀 但佛怎么可能是轮回法呢 不免生死 不免生死的 何时得成佛道啊 怎么可能什么时候都佛 这个成佛呢 这些都不是成佛 不是成佛 不是佛 不是佛的 理由就是这些了 因为他讲的佛呢 啊 始终就是这个是法身佛啊 那法身佛是不会有这些因和缘呢 这些啊 所以呢 他就是说 凡是有执着的 凡是你可以执着的这些东西呢 都不是佛啊 原因就是这样子 成佛啊 叙事见形啊 成佛那就必须要正无 明行见性 啊 若不坚信 赢果 等于是外道法啊 比如说我们这样的轮回痛哭啊 人生物常啊 然后就是这个山有山包啊 恶有恶包啊 那这些这类的话啊 通通通都是说这些都是外道的法啊 那这是不是不是是不是不是佛教的意思是不是这些都不是佛教 不是这意思啊 他的外道外和内啊 是相对的什么是外什么是内呢 是相对的啊 相对的啊 他讲的内和外是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参宗的这个最高经节的他们的这种啊 内行的人啊 那肯定是内啊 然后呢 不懂得啊 这种经节的人啊 都是外道啊 都是外道 那这样子小乘佛教都是外道了啊 然后呢 这个啊 显宗的啊 这个大部分的出了这个讲佛心的这些经典以外啊 大部分也是外道了啊 所以这个跟我们平时这样的外道啊 佛教跟外道的这个外道是不一样的啊 大家要知道内和外是相对的啊 这个内和外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啊 所以呢 他说这都是外道啊 都是外道法 但是这个外道呢 平时我们这样外道是什么呢 凡事归于佛法的啊 就叫做就叫做佛教 不归于外 不归于佛教的就叫做外道啊 平时我们是这样反的啊 那这个外道是不是这种外道呢 不是这种外道 他不是这种外道啊 都是外道啊 就是外道法 若是佛啊 如果是佛啊 不惜外道法啊 佛就不会修外道的法啊 佛怎么可能修外道的法呢 他说 佛是五爷人啊 佛不会有银国 善恶银国啊 佛是没有意义的啊 五银国 佛 法神佛啊 不会有银 不会有锅啊 比如说我们说 化身佛啊 化身佛是肯定是有 有银有锅的 因为这个 因为因为 因为这些银 这个学佛的啊 大左学佛文词的这些银 就是创造了 化身的这个 佛国啊 是有银国的啊 比如说佛身上的啊 三十二祥 八十个随号 每一个都有一个银 它的银啊 因为有这些银啊 就是有了这些国啊 化身的话啊 佛身体上 佛的化身的这个身体啊 上的粒粒绾绾 都是都是银国法 但是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普通的说法啊 是银国法 但化身就不一样了啊 化身是这有银有国的 但是化身呢 没有这样子的国 没有银国 佛是无业人 无银国 但有啊 这里面的胆 这些字啊 我们都要这个理解为直 只啊 只要啊 只要啊 就是我之前的这些蛋啊 这个字呢 都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只要有一点点啊 但有少法啊 就是只要有一点点的食物啊 可以执着啊 照到一个这样子的 可以执着的东西的话 可得 竟是帮佛啊 那如果你说佛有银有国 那这样子的话 你这是会帮佛的啊 会帮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不 佛没有这样子的银国的东西啊 那就是我们如果说佛是银国的啊 佛有银有缘 那么佛就是入寒入蒙了啊 那佛也是变化无常了啊 那不就是帮佛吗 这些都是帮佛啊 当然从这个佛的 化身的角度来讲啊 这没有什么帮佛啊 释迦牟尼佛出世了啊 最后也就是往生了啊 也就是远及了 那不就是无常吗 这个不存在 帮佛这个问题啊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啊 这个啊 就是用到这个 法神佛上面啊 那就肯定是帮佛了 法神佛是没有这些 所以呢啊 这里讲的这些帮佛啊 这都是说的是 法神佛啊 而不是这个法神佛 这个我们也分开讲啊 然后就是说 呃这个帮啊 就是这就是帮佛啊 有如果有这样子的 这个执着的话 那帮佛 平和得成啊 那我们怎么可能啊 这个这样子的帮佛的方法 怎么可能最后就是成就呢 啊 不可能成就的 但有主折啊 但有也是执右啊 如果我们只有一点点的 助照啊 这个就是执着啊 意思就是执着啊 执着一点点的东西啊 执着什么呢 执着以行 以能 以节 以见 啊 这四个字啊 这四个字啊 首先以行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去执着某一个心啊 比如说像菩提心呢 像出离心呢 啊 还有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心啊 如果我们认为佛也有这样子的心啊 有出离心 有菩提心 有什么什么心啊 这么这样去执着啊 就是以行啊 这个执着 然后以能啊 我们认为佛的能力啊 佛的能力 佛度化终生的这种能力啊 然后我们去执着啊 佛有能力 佛的能力是存在的啊 这样子去执着啊 叫做能 然后 结啊 结这个字呢 啊 可以就是一方一方面呢 可以这个理解为解脱啊 解脱 比如说佛已经解脱了 啊 等等解脱 那另外一方面呢 结啊 就是了解啊 佛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啊 佛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人质啊 这样子可以的啊 这个结一结 一见啊 结跟结啊 很多时候这个两个放在一起见结啊 佛教常用的见结 这是他的观点啊 观点 但是把这个见和结拆开了以后呢 啊 结啊 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人知和理解 然后结啊 就是见到他的本心啊 见到了他的本心 本知 真无啊 这样子 如果对以心 以能 以节 以见 有一点点的执着啊 有一点点的执着 如果你说佛有我们可以 我们用我们的语言可以表达的啊 以心和以见 以能 或者是我们说佛有我们可以执着的啊 以心 以能 以见 这样子的话 那这些都是啊 不对的 佛的法身就不会有这些啊 是自己的错误的理解 以见佛都不于 都不许啊 就是都不允许的啊 也为什么不允许呢 因为这些都是啊 我们自己的这个执着啊 我们认为佛有见结啊 佛有见 佛有结 然后就是这个佛有能啊 佛有行啊 这样子啊 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啊 这个执着 佛是愿离啊 这个心啊 还有就是间 解等等的啊 所以呢 这个法身佛是没有这些的啊 法身佛是没有这些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法身佛有这样子的啊 虽然这里讲了四个啊 不仅仅这四个啊 反正就是对法身佛的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 我们自己的啊 这个执着都是不符合实施的啊 法身佛实际上 它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 我刚才讲过了 如果我们有一天证悟了 那么证悟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大致上就可以了解啊 法身佛原来是一个这样子的啊 就是就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概念啊 就到这个之间啊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形容法身佛 它本质是什么样子 所以在还没有到这之前呢 我们所讲的啊 这个心也好 嫩也好 见也好啊 戒也好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执着 自己的执着 都不符合实施的啊 所以呢 那佛啊 这些都不许有的啊 不允许的啊 所以就是是 法身佛都是不是这些了 佛无持凡啊 持凡昨天讲过了 吃戒和饭戒 然后呢 信心本空 我们的信的本心是这个本空啊 大家啊 要注意啊 要注意啊 注意什么呢 我们之前讲过啊 就是我们比如说 这个大漠祖史的 这些小册子啊 还有就是谭经啊 还有这个 以及很多很多的 第三专法轮的 这些法 里面呢 冲突到尾啊 大约就是 百分之七十八十的 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内容呢 都是讲这个佛心啊 光明啊 等等这样子的啊 它很少讲这个 空这个字啊 为什么呢 因为空 佛在第二专法轮的时候呢 已经广泛的啊 已经讲完了啊 比如说我们中学毕业了以后呢 读大学的时候呢 它不会再去让我们去学中学的这些课程了啊 小学毕业了以后呢 进入中学呢 那就是学中学的课程啊 不会让你重复学这个小学的课程啊 就是同样的就是佛啊 我们到了这个第三专法轮的啊 这个层面的时候呢 那第二专法轮当中讲的这些内容呢 不是否定啊 但是呢 不会强调 为什么呢 就不需要强调 已经讲完了 之前就已经讲过了 现在就不需要强调啊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会提啊 会提 但不会强调啊 这个是我们看这些轮和佛经本身 就能够看得出来的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你看我们之前呢 都讲这个佛心呢 本心呢 大部分都是讲这个啊 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呢 就是说 这个啊 这个佛的本心啊 啊啊 这心形 本空啊 就这么一句话 那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我之前也讲过很多遍啊 你们可能是我们平时听口的人呢 可能记住的 比如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佛心啊 当做一个真实的东西啊 也就是说 什么是真实呢 那就是不空的 跟空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实实在在的 这个 这个啊 光明啊 这样子 实有的啊 就是跟空五官 就是说实有的啊 这样子的啊 这个啊 佛心的话 那么这个啊 跟波罗门教啊 印度教里面的波罗门教的教义啊 是完全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啊 这是用词 有些时候不一样 实际上有些时候 很多时候用词啊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啊 我们大家看到的都是佛经 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过这个 印度教 尤其是造企的这个印度教 比较古老的这些印度教的这些 这些经典啊 我们没有办法看 因为这个也没有中文的这个经典啊 我们平时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以为啊 这些都是佛教才这么讲啊 肯定是只有佛教的这个书籍当中啊 才会有这样子的内容啊 其实不是的啊 印度教就是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那一模一样的东西在最关键的 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然后包括这个印度教啊 所有全世界的这个 这些古老的宗教啊 新兴宗教就不说了 古老的这些宗教呢 跟佛教虽然很多时候这个呃 这个表达的方法很很像 但有一个最最最关键的 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不一样的呢 就是他们都认为啊 最终呢 就是有一个真实不虚的自我的存在啊 自我的存在 这个自我的存在呢 他们也会用这个不可思议 这四个字来形容啊 但是呢他们认为这就是 这个这个跟空是没有关系的啊 它是实有的 它是不会啊 不会是空心啊 它不会是空心啊 然后呢 他们呢 就是对这个空心啊 他最后的这个 呃这个 自我啊 有执着 有执着了 所以呢 佛教就认为他没有大破这个执着啊 所以解脱不了的啊 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自我啊 就是世俗的自我啊 世俗的自我 这是比如说 印度教里面的游戏 印度教的教派 尤其是 现在这个包存的 我现在的印度教啊 那这是印度教 研究印度教的这些很多学者 他们也是有这种观点 现在的印度教 教的这个很多 这个他的观点呢 呃还不是这个最古老佛陀时代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观点啊 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了 呃 那么 那那个时候在佛陀时代的这个印度教 或者是当时呢 有很多的印度教不是一个宗教啊 就很多很多的宗教 那个时候呢 太多太多的宗教 太多太多的这个观点啊 特别的多 那么这些全部的这个观点和宗教啊 他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是什么 他们都认为最终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真实不空的自我啊 有个这样子的自我 然后佛教呢 就把这个自我就打破了 本质上佛教就认为 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这样子的自我 完全是啊 空性 那这个是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啊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也不要以为 比如说 呃 佛心呢 如来藏啊 这个光明呢 啊 就是说得很 这个这些词很好听啊 但是呢 嘴中我们的心里啊 就是还有一个这么一点点的 这个执着的话 对光明的执着 对佛心的执着 对如来藏的执着啊 那么你真的是外刀了 刚才大墓注视的时候外刀 真的是外刀了 这个啊 所以这就是关键 这就是关键问题所在啊 特别重要 所以呢 就是我们就有些时候就是出处就就就就会 偶尔会出现一句这么一两句这个关于空性方面的啊 这个话 那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啊 这里面也讲过啊 信心本空 信心是什么呢 当然是佛心了啊 当然是法身了啊 那法身是不是空呢 法身也是空啊 啊 法身也是空啊 那法身都空了 那到底是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啊 所以这些二元堆离的东西啊 这是用我们的语言的环境当中呢啊 存在就是呃 如果是存在啊 那他肯定不是不存在了啊 如果是不存在 那他不可能是呃存在 因为这两个是堆离 这些堆离啊 这些堆离这些矛盾 都是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当中存在的啊 大破了这个思维的方法以后呢 然后就是有一个啊 这个时候呢 把我们的想法对啊 错啊 什么全部从本质上啊 就啊 颠覆了啊 颠覆了 那么这个当中呢 我们才真的看到了他的这个原始的啊 原始的状态啊 嗯 那这个呢 我们就语言是不是很啊 准确的表达啊 能够自己啊 通过这个修行的方法 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会看到啊 刚才也讲过了啊 我们开始真武的时候 或者是真武不久的这个之前啊 也就是说真武的境界还没有提升到很高的这个这个阶段啊 在这个阶段当中呢 我们的这个经界或者是我们的真武呢 也虽然是比较模糊的啊 虽然比较模糊 但是呢啊 他就基本上自己能够能够感觉到啊 原来啊 这个佛心应该是这样子的啊 现在我们连一个改年都没有了啊 我们只有全部都是依靠这些文字啊 那那个时候呢 不需要这些文字了啊 自己就知道啊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完全就可以接受 完全就可以理解 是这样子啊 是 那么这些呢 佛教也很多时候 也就是用这个不可思议这四个字 但有一个外道 他也就是用不可思议 他说有一个自我的存在啊 有一个自我存在 那这个自我存在是什么样子呢 他就是说 这个就是宇宙万事万物的精化 这是一个自我的存在啊 那自我的存在是什么样子呢 他说这个没有办法描述的 这就是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办法描述 就是不可思议啊 那这跟佛教有什么关系 不一样呢 实际上他这个不可思议的背后 他就执着不可思议 他就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存在啊 佛教就是虽然有不可思议 但是呢 他说是不是有不可思议东西存在 不可思议的东西也是不存在的 那如果不可思议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你为什么要说不可思议呢 我是为了打击你的非不可思议的这种执着 所以就是说不可思议 如果你现在要来执着这个不可思议 这四个字的话 那我就是马上就会否定啊 不可思议这四个字也不存在啊 那最后是什么呢 最后是什么就是自己要去体会 真正的体会啊 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这些非常深奥的东西呢 我们的语言表达是很难的啊 就是就是这个包括这个 这比如说 呃 这个我们的物质啊 物质的这个结构啊 最深层次的物质的这个 比如说像量子力学这样子的一些发现 用我们的语言 真正的回答都是很难的啊 更何况是佛的境界啊 这个佛心啊 不要以为我们的语言不能描述的话 就是不存在 不是这样子的 嗯 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语言 人类的语言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 创造的啊 什么样的这个为了为了满足什么样的需求 创造的啊 大家一向这个就知道 他的这个范围啊 嗯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呃 就是 嗯 说啊 呃 心形 本空啊 法身 实际上也是本空的啊 可以这样子讲啊 我们法身啊 可以简单这么说 法身是空心和光明的组合啊 组合 当然没有一个什么组合 不组合了 但是呢 我们为了大家啊 明 就是为了明白啊 啊 我总是要说一说 就是就是要用一些语言啊 什么都不说了呢 这个也就就 不知道 这个也不现实啊 那要说的话呢 那就是这些 这就这么 就就就就 只能用这些文字啊 就是说 法身是什么呢 空心和这个光明的结合体啊 结合体 组合体 所以呢 那法身 一定是空心啊 一定是空心 他同时是这个 他同时是光明啊 同时也是啊 这个空心啊 这个怎么讲呢 又是光明 又是空心 这是不矛盾吗 不矛盾的啊 不矛盾的 比如说物理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 玻璃而相形啊 物质的最小的这个结构呢 它又是一个颗粒的 颗粒一样的 这个小颗粒啊 这样子的 这个点桩的物质 叫做粒啊 粒子 同时呢 它又是一个 钵的形式啊 钵是没有颗粒的 钵是没有点桩的 就是弥漫这个空间的 这样子 看起来这两个 是矛盾的东西 但是它不矛盾 它几十钵 又是粒子啊 这一类的东西是多的啊 所以呢 光明和空心 是不矛盾 七十光明啊 同时也是啊 空心啊 特别特别有 有有意思的啊 所以 这这这类的话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心形 本空啊 本空 所以我们呢 时时刻刻啊 都要啊 这个集足 毁能大实的 一句话 就是说 本来物一无啊 啊 毁能大实的 本来物一无和啊 还有就是这个 敦煌版里面出现的 佛行场清静啊 这两个话的结合呢 然后就是一个完美的佛的法身啊 完美的佛的法身 这就叫法身 那么这个法身 叫做大圆满 啊 大圆满 为什么叫做大呢 我上次给大家讲过啊 就比如说大圆满 大声音 等等等等 这每一个这些名词啊 前面就加一个大 为什么这么讲呢 是不是我大逆笑 这样子的意思呢 不是这个意思啊 上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大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圆满啊 那圆满对立的词是什么呢 就是不圆满啊 缺陷呢啊 圆满不圆满啊 那么不圆满啊 圆满和不圆满啊 是对理的啊 对理的 那么这种对理的东西呢 都是停留在我们的思维的范围当中啊 它还没有超越啊 我们的人的这个思维的范畴啊 你比如说圆满啊 圆满啊 那么圆满就是相堆啊 不圆满而禅神的啊 所以呢 它也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 营果的啊 这个禅物啊 所以呢 它也是二元堆里的啊 所以这就不对了 然后呢 它就是为了啊 这个超越啊 这个二元堆里 圆满不圆满 所以前面就架了一个大这个字啊 但是架了这个大 如果我们一直都执着这个文字的话呢 问题还是存在的 没有解决 那大也不就是大跟小吗 啊 大也就是 这是相对于小啊 那还是不是就是堆里吗 是啊 如果这样子执着这个文字的话 那是没完没了的 永远都是 没办法告诉大家 到底到底在讲什么啊 所以呢 它就是为了大破这个二元堆里的改年 前面就加了一个大啊 这个字啊 然后呢 那还不解决问题的话 那再加大大圆满 大大大大圆满啊 那就是只有这样子了啊 所以这个大圆满啊 它为什么是大圆满呢 会能大师讲的啊 本来五一五五和佛心畅清净啊 这两个的完美的结合 那这个是非常圆满的啊 这个法身 所以叫做大圆满啊 大圆满跟这大圆满 真正的这个藏传佛教大圆满 他讲的本质上呢 那就是这个本来五一五和啊 佛心畅清净啊 这两个的组合啊 是完美的啊 非常圆满的啊 这个法身 所以呢 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它就叫做圆满啊 然后呢 他认为如果圆满这两个字呢 那还有一个不圆满 有点对立啊 所以他就为了大破这种对立 二元对立的概念 前面就加了一个大 然后就是大圆满啊 大圆满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这些法啊 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 这里讲啊 心心本空啊 就是慧能大师讲的啊 这个本来五一五啊 就是这样子啊 昨天这个 这本书里面呢 啊 也就讲过了啊 岁无一五啊 岁无一五可得啊 这个昨天已经讲过 虽然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得到 但是呢 你还是得要求啊 这个证物 这不是讲过吗 那这些都是一个意思 所以呢 佛讲的这个三专法轮啊 都是不矛盾的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啊 这个心的本心呢 也是呃 空心啊 心心本空 意肥狗 情啊 狗啊 经啊 那平时我们会讲佛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会看到了啊 这里面说 意肥狗啊 肥狗 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 它没有污染 它没有饭 这知道了啊 然后呢 就是井啊 经不就是情经吗啊 那没有污染 不就是情经了吗 啊 如果就不情经的话 那你就是因为是 你如果不情经 那就不就是有一点啊 啊 这个污染啊 不是吗 那我们的这个啊 呃 这两个堆里的啊 我们的人类的逻辑思维啊 都是这样子啊 反正啊 呃 这个不是啊 不是不是干净啊 呃 那就是不干净了啊 呃 不是不干净啊 那就是干净啊 这个堆里东西啊 不会有第三者 矛盾的东西啊 这是逻辑里面的一个 逻辑 逻辑推理当中的一个 最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呢 反正矛盾的东西 中间不会有第三者啊 不会有第三者 矛盾的东西啊 不是矛盾的话 那当然中间会有第三者啊 反正矛盾对离的东西当中啊 对离的东西当中呢 那就不是啊 就不会有啊 不会有这个第三者啊 比如说我们坐手和游 手坐游啊 不说手啊 坐和游啊 反正不是坐就是游啊 中间没有东西 那你们会说 中间怎么没有呢 中间不就是有身体吗 啊 身体也可以分坐和游啊 那这样最后只剩下一个很小很小的里子 他也有坐和游啊 他就这边就是属于游啊 这边就属于坐啊 啊 所以就是不是坐啊 就是游啊 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个思维的方式 都是这样子啊 但是把这些东西二元的东西全部打破了以后呢 啊 这个时候呢 你的逻辑是不关勇的 你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说啊 不是不是啊 不是游就一定是坐啊 那这个是不能说 所以呢 这个这个这个里面讲 你自己你比如说你在世俗当中的这个 这个思维啊 啊 的范围当中的井和狗啊 干精和不干精两个都不是啊 这个时候 平时我们自己的这个范围当中啊 这个逻辑思考当中呢 我们会说啊 那不是上就是下啊 不是下就上啊 但是这两个打破了以后呢 既不是上又不是下啊 就是出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结论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本心呢 啊 不是狗 不是精啊 那平时我们啊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那平时我们不是说 呃 心的本心是清净吗 一直都是怎么讲啊 那这个地方呢 有所不是清净啊 那这个话怎么理解呢 啊 这个话就是刚才讲的啊 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心的本心是清净啊 还有比如说这个慧能大师讲的 佛心唱清净啊 那么这个里面呢 有讲啊 一飞狗 井 那是不是慧能大师的这句话 跟这个大木柱是不是矛盾呢 是不是像矛盾呢 那不是啊 那不是的话 我们怎么理解呢 那这当中的井啊 狗是相对的 是对立的 是阿元对立的 相对的 就像作和游一样的啊 然后呢 这个慧能大师讲的佛心唱清净 这个清净呢 实际上这个前面没有讲大这个字啊 实际上就这个字 大清净啊 大清净呢 这个我们又不要不要抓住这个这个这个文字啊 如果抓住文字的话 加了一千个大也没有用的啊 最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了 所以呢 大就是意思就是说 凡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思维啊 当中的这个清净和不清净啊 这些都不是啊 这些都不是 除了这些意外呢 还有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的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这样子的境界是存在的 那这个境界呢 因为它没有任何我们现在的世俗的烦恼 所以呢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啊 我们暂时用情经啊 这两个字啊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情经是我们二院对立的情经和不清净当中的情经啊 不是这个啊 那这样理解这就就可以了 那这样以后呢 我们把所有佛经都就就就精统了啊 文字上就不会有矛盾 所以说啊 亦非勾紧 诸法无修无整啊 这修什么呢 它本来就是情景的啊 争什么呢 本来就是就是啊 情景的 本来就是佛的法身 佛的法身本来就是这个争武的啊 智慧的 现在不需要现在去修 现在去整啊 这些佛啊 大家要聊 对大家要理解为法身佛啊 就可以了啊 法身佛就可以了 否则的话呢 就有一点点矛盾啊 这些都是法身佛 然后法身佛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节啊 节 山 阿 这些都是理解 要理解为我们的世俗概念当中的 山 阿 节 然后佛呢 要理解为这个法身佛 那这样子的话 法身佛跟我们世俗的这个吃节 翻节之间呢 有十万八千里啊 怎么怎么可能法身佛吃这个节呢 根本就不可能的 所以呢 这个理解了以后呢 一下子我们全部都理解了 呃 佛啊 补修善啊 佛不遭恶 佛不经济 佛不携带 佛 佛食 无拙人啊 佛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做了 这佛无拙人啊 佛的但呢 但由主者啊 就是说只有一点点的这个执着行 见佛 啊 己不虚业啊 就是说我们有一点点的执着去见佛啊 那是不可能的啊 佛是没有任何的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执着的对境啊 说清净啊 说不清净啊 等等的都不存在的佛食跟空心是无而无别的 因为我们心里想出来的都是执着啊 都是执着啊 我们比如说我们认为佛是清净啊 那我们的这个我们对清净啊就产生了执着啊 所以呢就是为了大破这些这个执着啊 就最后就说佛什么都不是了啊 这些这些都是平时佛佛经里面呢 常见的啊 这个很重要的啊 那啊 就是我们当我们真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佛是什么啊 还没有真武之前呢 你就不要去贴佛 念佛这个字啊 佛就是佛 这个也是错的啊 那最后就是我们让我们闭嘴啊 就是说佛不识佛 莫作佛节啊 你不要以为你理解了佛啊 你对佛的人质这个解决是对佛的人质也是错的啊 当然我们现在对佛的理解啊 虽然是错的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错 然后逐步逐步最后就导致了这个真实的佛 那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啊 我们现在理解的佛呢 实际上也是这样子吧 那这个是错的 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心目当中的佛呢 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啊 一个观念啊 一个执着啊 最终呢 最后呢 佛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现在的理解 那逐步逐步的啊 就是修心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最后呢 可以看到啊 这个真实的佛啊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佛啊 不是佛 莫作佛节 若不见次弈 一定要知道这些啊 如果我们这些都不知道的话 如果我们都不了解这些的话 那就出什么问题呢 一切始种 以且除除 解释不了本心 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 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 我们的心的本性 那没有办法 若不见形啊 那若不见形 有怎么样呢 一切始终 你着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 物作相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物作相是特别特别 尤其是物作 这两个啊 这两个词特别的重要啊 这个物作这两个字呢 禅宗啊 大圆蛮 还有就是大首音 里面呢 是高频吕的词汇 高频吕的词汇 就是经常出现的词汇啊 然后呢 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对这个物作的这个理解 是有真意的啊 有真意的啊 然后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它的真正的意义啊 什么叫做物作 这个特别的重要 然后这个里面讲啊 他说 如果你要啊 你任何时候逆做 逆做就是模拟别人的 比如说佛人家 刚才已经讲过了 佛就是无业人啊 佛就是物作的 如果你要模拟啊 小房啊 这个佛 你要就是就想佛学习啊 佛是这个物作人啊 我也想佛学习啊 我也当一个物作人啊 那当然可以啊 你我们都可以当一个 这个物作人 但是呢 这个有一个过程啊 我们现在怎么去做呢 如果我们想佛学习啊 像做逆做 逆做就是小房啊 就所有的学习 实际上就是模拟啊 小房啊 这叫做学习 如果我们啊 像佛学习 如果做这个物作啊 逆做物作相啊 物作相这三个 物作这两个 就是一个词汇啊 物作相 是大罪人啊 是大罪人啊 那他为什么是大罪人呢 那他不是说了吗啊 前面这句话啊 必须要这个 若不坚信啊 如果你没有证物的时候 你要无作啊 你要这个小房这个无作 那你就是大罪人 这就意思啊 这并不是说我们永远都啊 一定要做啊 不要当作这个无作人啊 他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证物了以后呢 当然也可以无作啊 但是没有证物之前啊 没有证物之前 这个我们小房 佛的这个物作啊 那就是大罪人啊 是耻人啊 就是欲耻的人啊 那欲耻的人 我们还没有证物的时候呢 无作啊 那最后就会 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 就是说 裸五级空中啊 裸五级空中 那这句话的这个内容呢 在谈经里面啊 就是翻翻覆覆的这个提导过啊 其实这个谈经里面的这个啊 我们大家都记得就有一句话 就叫做百无不识啊 就是说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思考啊 放下一切的这个念头 心非常的平静 心里什么都不想啊 那这个就叫做百无不识啊 什么事情都不去想 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这里讲的 五级空啊 五级空 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啊 然后这个五级空 里面的这空这个字啊 和我们前面讲到一个啊 心心奔空 这两个空 虽然两个都是空这个字啊 但是它的内容呢 就是有十万八千里的啊 这个差距 一定要搞明白啊 这个这个怎么理解呢 信心奔空啊 它是这个心的本心石啊 完全是一个虚空 跟我们外在的这个虚空一模一样的空啊 那这叫做这个心心本空 然后这种空 我们后面讲的物极空啊 物极空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啊 我大脑一片空白啊 很多时候想就这个空啊 啊这个空啊啊 这就说得很清楚了吧 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啊我那个时候大脑一片空白 什么都是什么都啊 想不起来一个关键时候 要回答领导的问题啊 或者考试啊 这样子的时候呢 大脑就一一片空白了 那这个空啊 后面这个空就是这个空啊 前面的空呢 人家就是真无的人的境界的空啊 后面这是我们的这个空 所以这种物极的空啊 这种无极 这无极为什么叫无极呢 不是闪不是恶 所以叫做无极啊 前面的这个信心本空 那人家是法神啊 法神当然不是无极啊 法神就是闪啊 当然不是我们平时的概念当中的善 而的善 但是呢那这个就是叫做非常特殊的闪啊 啊根本就不是无极 那我们的这个脑袋啊 一片空白的这个这个空 这个空呢 就是不是闪不是恶啊 就是想不起端炉了啊 就是端炉了 所以就是空啊 那这种在端炉的这种状态当中啊 然后呢我们就会就就会躲到这种啊 这个空这种空当中啊 那这种空是什么样子呢 浑浑入嘴人啊 就是头脑浑沉 就是像喝嘴了一样的啊 不扁啊 这是好额啊 根本就没有办法辨别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啊 这种 那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是不仅仅是我们在这个大圆满大收音啊 在藏传佛教里面 这个大圆满大收音上面呢 在这个方面呢又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辩论啊 讨论啊 讨论啊 研讨啊 这个等等的大量大量的啊 这个讨论和这个文字记载 特别特别的多啊 特别的多 然后呢 这个啊 其实这些呢 这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啊 就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啊 一千多年前啊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 那个时候的交通都是非常不方便的 但是呢 那个时候呢 也有非常深入的这个交流啊 有很深入的交流 但有一个这个不愉快的事情是什么呢 当时有一个叫做这个摩和言啊 摩和言 他是一个禅宗的禅师摩和言 那么摩和言就到了这个西藏去穿播了他的颤啊 那摩和言他本人的经节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去判断 他也许他本人的经节是很高啊 也许是这样子 但是他的这个穿播的方式呢 确实是就是就比较啊 接近这个五级空 他就是说什么都不要去做了啊 什么都不用去做 这样以后呢 就是尤其那个时候学藏传佛教的人 就听这个摩和言的这个话 然后就当时的啊 西藏藏传佛教第一个寺庙是桑叶寺啊 大家知道的 桑叶寺的这个佛像千免的这个水呀 花呀 宫啊 全部都全部都间短了 没有人去宫水 没有人去宫 为什么呢 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了呀 所以后来就是就是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争论 后来呢就是从淫度啊 就就邀请了一个啊 非常非常好的啊 这个学之或者是成就之啊 他来主持啊 这个辩论啊 最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那么这个其实禅宗不是这样子啊 这个毁能大师呢 也反复的提导过啊 然后呢 这个啊 这个大墓诸师呢 他也提导过啊 那也许是这个啊 当时摩和言啊 他自己没有误导啊 这个这个大墓诸师和毁能大师的啊 这个话啊 也许这个摩和言他误导了啊 他是一个非常表准的开悟的阐释啊 但是他穿搏的过程当中呢 也许当时这个学藏传佛教的那些人 他们理解错了 反正这个错出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啊 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 这些文字记载上面呢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 但是呢 当时呢 确实就是就是出现过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啊 那么我们现在啊 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学修 这个学佛的人 那么一定要注意这个五级孔啊 五级孔可以这样子理解啊 大家可以这样子理解 有三种五级孔啊 三种这个一定要记住的啊 三种是什么 简洁啊 简洁就是观点 简洁方面的啊 这个啊 这个五级孔 然后就是朽心大作啊 大作的时候的啊 这个五级孔 然后就是行动行为上面的五级孔啊 有三个五级孔 其实这三个五级孔啊 这个谈经和这里面都提到了 文字不多 但是因为我们在其他方面啊 就是看到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这个 这个啊 正义扁论 然后呢 对这些东西是非常敏感的人呢 我一看到到 他就是讲这个啊 就非常 一看 一下子就明白了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啊 那么第一个我们 的观点啊 观点或者是见解 见解上的五级孔是什么样子呢 啊 当时啊 在引读佛教里面呢 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有些人认为佛没有智慧的 佛是没有智慧的啊 没有智慧 那佛有什么呢 就是说佛什么都没有了啊 最后就是我们的烦恼啊 我们的心呢 彻底的断掉了 断掉了以后呢 那没有什么佛的存在啊 那没有佛呢 释迦牟尼佛 他怎么读众生呢 他说佛的原理啊 佛的原理 他之前的法源 那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佛成佛了以后呢 一切都结束了 什么都没有了啊 但是呢 佛度化终生的这个能力呢 啊 它是不会简短的 因为他在过去的这个学 修心的过程当中啊 他就完全这个全部都已经做好了 现在完全是处于一种 自动化 全自动化的状态 所以佛不在了 但是这些工作呢 啊仍然啊 会存在的 那这种是什么呢 就是说佛没有啊 那这个这个观点呢 是跟第三专法轮是完全是违背的 没有办法去揭示这个第三专法轮的 所以呢 这是这种观点啊 是不对的啊 这观点是不 虽然是大乘佛照的观点 但是是平面的啊 平面的这个这个观点啊 是不不全勉的啊 不全勉的 所以 知识啊 简洁啊 上的五级空啊 我们不论走到这样子的空 虽然啊 佛的这个刚才也讲过了啊 心心本空 我们虽然啊 任何时候能够接受空啊 但是呢 我们啊 不要以为这个空 所谓的空是一无所有啊 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 那不是这样子的空啊 这种空呢 就叫做这个 这个这个空就叫做这个物极空啊 这是不对的 那么这种空的话 那没有办法简离啊 这个这个佛心啊 这种啊 这个简洁观点 所以这是这是观啊 这是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就是不仅仅是理论学佛的人重要啊 我们实修的人啊 也是非常的重要啊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呢 是修行的时候的这个空啊 那这个谈经和啊 这个宣买轮当中呢 啊 皆知到这个之前啊 一直都没有提到我刚才讲的这种空啊 他讲的 他们讲的空是后面的两个空啊 后面两个空 那么谈经里面讲的呢 其实也就是讲的最多的是这个关于修行的时候的这个这个啊 这个无极空 他讲的是这个行为方面的呢 谈经里面啊 谈经里面啊 就是讲的不多啊 但是这个后面呢 啊 学美论当中讲的非常的非常的好啊 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三个啊 诡纳起来 就是形成一个一个完整的一个我们自己的啊 这个观点啊 所以这个呢 比如说啊 那个麦庞仁波切的定界保登轮 我想我们很多人是比较熟悉的一个轮啊 这个里面呢啊 就是讲过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要 首先第一个啊 无极空 是观点的方面的这个无极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修行的时候的无极空啊 修行时候的无极空什么呢 不物佐 物佐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进这个物佐 它是一个中心词啊 中心词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物佐 它是一个中心词啊 它没有带这个便衣的这样子的这个意思啊 它是一个中心词 但是呢 如果我们理解错了啊 那这个中心词 它就会变成一个啊 错误的啊 不对的这样子 呃 那么物佐 物佐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两个方面可以理解啊 一个是我们真正的这个真误了空行了啊 真误了心的本心了 那么这个心的本心当中呢 没有任何事情啊 需要去做的啊 那么这样子去理解的话 这是对的 这是正确的无极啊 另外一个无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还没有证物 但是呢 我们认为啊 大佐的时候呢 只要我什么都不想啊 我什么都不想 就是谭经讲的啊 拜五不思啊 我把全部年头啊 放下来 我什么都不执着啊 我什么都不想不想就心平静了啊 那所有问题解决了 那他认为他认为这个就是空行啊 那这个呢 就是朽行的时候的五级啊 五级的空行 千万不能走这样 这个路啊 这个路 我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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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呢 我们不需要再讲了上一次这个谈经的时候呢 啊 讲得非常好啊 啊 我觉得我们这次呢 学习了谈经和这个这几部轮 其实我我认为啊 对于很多的修行人士绝对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了啊 至少理论上是大家明白了很多道理了啊 其实这些道理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 但是呢 这次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文字啊 然后呢 因为这些文字呢 都是在汉传佛教里面是非常非常啊 有名的 大家都是呃 大家都是认可的啊 大家都是认可的 只要这个这个啊 这个版本没有错啊 如果真正真正这个谈经和这个啊 学买论里面呢 有一个这样子的记载啊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没有人不接受的啊 没有人不接大家公认的 非常表准的啊 这样子的文字 所以在出现在这样子的文字的时候啊 时候呢 啊 我们无论是学藏传佛教 学汉传 学什么佛教 反式达成佛教啊 小乘佛教就不一样了 反式学达成佛教的啊 那么尤其是学汉传佛教的啊 是没有理由去否定啊 当然你想理 你想否定的话也可以否定 那否定的话 那需要交证啊 理证啊 啊 你不相信的当然可以表达 我不相信 我不接受 当然可以这么讲 啊 但是你不相信和你要否定 这是两回事啊 你要否定 你可以否定啊 那就是拿出证据啊 证据 编论呢 那这样子就可以否定的 啊 所以 这个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大作的时候 大家不要以为啊 什么都不像 啊 就可以了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就直升 我们刚才讲的啊 刚才我讲的不是开玩笑 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啊 闹带一片空白啊 端炉啊 那这些是真正的这种孔 这叫做无极孔 啊 这个就是无极孔 那这是修行的时候的无极孔啊 然后呢 嗯 这个行为的时候的无极孔 就在后面啊 马上就要讲了 嗯 我们先学这个 然后就是说啊 这个 呃 大罪人啊 呃 大罪人 他为什么是大罪人呢 无佐啊 本来啊 当然不是大罪人 佛确实是无佐啊 但是什么都没有真无啊 什么都没有真无 那这个时候呢 你什么都不做了啊 啊 那么你的所有的这些执着啊 一个都没有解决啊 一个都没有解决 念这个时候呢 什么都不做的话呢 那我们啊 还不如去念佛 磕头啊 送金啊 啊 那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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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机会都错过了 你什么都不做 比如说冬吴啊 很多的冬吴呢 冬天凉三个月 四五个月冬眠啊 冬眠 那么这个这个无极孔 跟冬吴的冬眠啊 是差不多一个状态啊 冬吴就是四五个月冬眠 出来了 有没有成就啊 有没有真无了啊 没有真无啊 那没有真无的话 你就每天修个凉三个小时 是怎么可能 真无呢 真不可能了啊 所以是浪费时间啊 所以这个落物及空中 所以就是如果认为 这个就是空 这个就是佛教将的空啊 那就是自欺欺人 如果我们这样子 传播给别人的话 那就更加的严重了啊 这个是真正的这个嘴人了 如果是自己错了 那就是自己错了 但是如果人啊 舞蹈更多的人的话 那就是这个就是 真的是断掉了很多人的回名啊 和善更啊 那就肯定是打嘴人了啊 大嘴人 大是持人啊 愚蠢的人 若无济空中啊 浑浑辱嘴人 不便好啊 这个好额 然后就说啊 那么是不是我们这个物作 这两个字 是不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去接受呢 然后下面就这句话特别的重要啊 可以接受啊 无济我刚才说了 就是一个中心词啊 这个佛也有可以可以 也可以真面 也可以这个负面都可以理解的 那所以这个物作 很多的佛经 包括大圆满里面呢 经常都会出现这个物作 这两个字啊 当然这个我们不是不能接受 可以接受 接受什么时候可以接受呢 他说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 若你修物作法 现序建行 你首先要开悟 开悟的基础上 然后你就无作啊 那这个才是 这个才是非常好的 如果开悟了以后呢 那就是你这是 真的非常清楚的指导了 或者是亲身体会导了 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个空性 那这个时候呢 你确实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 那这个状态当中 你这个修禅丁 那这个是对的 所以这个无作 无作法是对的 那它的前提条件 是必须要争悟 必须要争悟 然后呢 我们没有争悟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去谈 这个物作 物作 比如说在中国 这个我们藏传佛教里面呢 像宗卡巴达史的 很多的论典当中呢 就是很多时候就批评了 这个物作这两个字 物作 物作 为什么批评呢 就是说还没有争悟的时候 还没有争悟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争悟啊 但是呢 就是看到佛经里面 就是说物作这两个字啊 然后呢 没有开悟 但是呢 他认为什么都不想啊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物作了啊 那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物曲 所以呢 在宗卡巴达史的这个论典当中呢 特别的强调了 特别强调这个 所以物作这两个字啊 物作这两个字呢 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是非常有真意的啊 非常有真意的一个一个词汇啊 但是真意啊 辩论了最后呢 大家也有公式啊 也有一个公式啊 公式是什么呢 啊 大家说啊 这个物作啊 这两个字 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啊 看你人的理解啊 如果你把它理解为 你没有真物的时候 什么都不想啊 就是这样子啊 什么都不想 就是把所有的念头放下来 啊 你认为这个是物作 这个是佛经讲的物作啊 那这是错的啊 如果真无论 确实是法贤啊 本来物一物啊 然后呢 在本来物一物当中 做什么呢 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啊 那就是你停留在这个当中 暗住在本来物一物的境界当中 物作啊 你这这个理解为物作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了 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物作这两个字 没有问题啊 看你的理解啊 如果你的理解有问题的话 物作啊 这个这个物作这两个字 啊 是有问题的 你的理解没有问题呢 它本身是没有问题 最后呢啊 在藏传佛教里面 那边论边过去边过来 最后的大家的结论啊 结论是这样子 他们有边论 有真意义 但是不是没有公式啊 不是没有公式 不是没有结论 是有结论的 结论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结论啊 跟这个大墓诸实啊 还有就是这个回能大士啊 他们的啊 这个观点啊 完全是这个 不谋而合啊 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所以这个我们呢 啊 我们不但是对佛经的历劫啊 有帮助 而且我们的实修啊 对我们的实修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 比如说我们大佐的时候啊 有些时候呢 就是感觉比较好的时候呢 心非常的平静啊 心非常的平静 就是似乎就是佛经这样的物作呀 透明啊 光明啊 这些都涌得上 这个这个状态上面 都涌得 用光明啊 用物作呀 用这些来形容的话 完全是没有问题啊 是这样子 但是呢 它是什么呢 它根本不是一个证物啊 而是心很平静而已啊 所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第一个啊 就是这个对佛经的啊 知识出北不苟的 或者是闻死不到位的人啊 对他们来说呢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违宪的一个误区啊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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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入了这个误区啊 那就是永远都不会 他一直都认为这个就是真误了 他以为他他真误了 那别人怎么权他啊 他就会觉得这是人家 他们自己不了解 实际上我这个就是真误啊 就是一直都有这样 这个历史上 也就是佛教律师上有曾经啊 出现过很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辨别的 非常的尖锐的 非常的敏感的啊 这个头脑 这个时候一定要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啊 无佐啊 什么是啊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负面的啊 无佐 什么是正无的无佐啊 这个很大的这个区别 这特别重要啊 若修啊 若尼秀无佐 实际上这个不是若尼秀啊 是一定要修的 最后是一定要修的啊 但是呢 这个他的前提的条件呢 就是正无 正无了以后呢 你才可以无佐啊 没有正无之前呢 这个是没有勇的 无佐是不对的 修无作法 贤徐俭行 然后洗圆驴啊 然后呢 你再去细灭啊 细灭所有的这些啊 这个思这个这个念头啊 圆驴就是银缘所产生的四驴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念头啊 你先去整无 然后呢 再去平息这些啊 年头 这些年头平息了啊 然后就是达到了这个无佐啊 这个境界了 这个是必须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啊 然后我们是不是啊 还没有真无的时候啊 是不是根本就不能去绣这个无佐呢 也不是啊 这个我之前也讲过很多次 我们还没有真无的时候呢 适当的可以绣这个无佐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无佐叫什么呢 他的另外一个名词呢 就叫做极直啊 就叫做继直啊 那继直呢 他也是一个我们的正无的一个基础啊 正无的一个基础的 基本的一个修法啊 所以呢 也不是完全不能绣啊 可以绣 但是呢 你这个时候不要以为啊 不要以为这个无佐才是啊 佛经讲的空心啊 佛经讲的啊 这个光明啊 这两个你要分清楚啊 这两个你分清楚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无佐暂时啊 作为一个太阶啊 然后呢 通过这个太阶 我们更上一层楼啊 那这样子 这是一个国独的啊 去拥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把这个无佐历劫为啊 最后的境界啊 那就是大错特错 所以这个特别的重要啊 这是修行的时候的啊 修行时候的这个无佐 然后呢 最后一个呢 我刚才讲的这个第三个无佐 第三个无佐 第三个无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讲的这三个无佐啊 无佐当中的后面的两个无佐呢 那这个禅宗的书里面是有的啊 另外一个第一个间接上的这个无佐呢 是我补充的啊 是我补充的 是其他的佛经上面是有的 所以是补充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啊 间接啊 修行啊 行为啊 那三个方面都有一个无趣 都有一个挫处 我们要相信啊 那这样子的话 你们的理解是比较比较比较全勉的啊 全勉的 那呃 这个禅宗的这些书啊 里面讲的这些呢 就是我们至少啊 就禅宗的其他书 我们不讲禅宗书太多了 这个不能这么讲 啊 这个弹经啊 和啊 这个大摩的这个学脉论里面讲的呢 主要是啊 主要是 为什么说主要呢 这主要就是说很明显的 很突出的啊 强调的讲的啊 就是这两个 如果这个当中延伸的话 那当然也可以延伸出啊 第一个啊 这个无作啊 我刚才讲的三个无作当中的第一个无作 但是他们强调的就是这后面的两个啊 那现在呢 就是第三个啊 第三个无作就是行为上的无作啊 行为上的这个无作呢 非常重要啊 我昨天啊 也给大家讲过啊 我也在这个国外 就是遇到了一些啊 就是残就是就是就是就摆放了一些啊 这个禅宗的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啊 死苗 然后呢 也就是一些跟个别的人啊 当然是这个不论代表这个啊 这个国外的这些这些禅宗的这些师父们啊 这当然不能代表 积少数积少数 我昨天也讲过了 他只能代表自己了 那么就是有些个别的人呢 确实是有这种问题了 那我昨天不是说了吗 他们说他们啊 不拜佛啊 不拜佛啊 然后他们脸这个 这个前世精神啊 他也不接受啊 也不接受啊 那么接受什么呢 就是接受什么都不像啊 就是这种刚才讲的啊 就这种他认为这个是对的 除了这个以外呢 一切都是执着啊 所有执着都要放下 你为什么把这个执着啊 又拉回来呢 不是要放下吗 这种理念啊 这个就是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啊 所以呢 那后面讲的就是这种啊 这个无作 然后这个无作是什么样子呢 若不坚行得成佛道 五由十处啊 这个是前面的一部分啊 这是前面的 就是没有 如果你不证悟的话呢 这个要成佛 是没有道理的 不可能的 就这意思 那后面呢 就是这句话啊 有人 有人 波无淫果 这四句啊 这四个字啊 波无淫果 这个是一个佛教的一个 一个专用的书语啊 波无淫果 波无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否定啊 否定端绝啊 营果的这个存在啊 营果的存在 那他为什么要这个啊 否定呢 否定是两种情况啊 两种情况 一个是无神论值啊 无神论值 他认为啊 就是啊 这个善恶营果啊 本来就不存在了啊 所以他的这个观念呢 当然跟空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认为这个不存在 所以他会否定 这一个啊 另外一个呢 谁会否定呢 就是啊 空心啊 历解错了的人啊 他就会否定 嗯 那他为什么否定呢 我昨天讲过了啊 我们这样的圣意地和世俗地呢 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啊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圣意地和世俗地 我们不懂得分开的话呢 那就是软逃啊 软逃 最后就是导致这样子的结果啊 就是因为经常都讲啊 包括我们今天也讲啊 这佛不收集啊 佛什么什么都不做了 等等等等啊 那佛不做了 我们也就不让 我们不是想学佛 想学佛的人吗 那佛不做 我们肯定也不做啊 我们向佛学习 这种理解的话 那我们现在真的是啊 就就是就无佐了 什么都不做了啊 然后呢 那那这种情况呢 这种这个错误的理解啊 就会否定啊 因果的存在啊 这种错误的理解 这就是博物因果 那他们就是认为啊 因为一切都是空心啊 一切都是空心呢 万事万法都是空心 那既然都是空心 那怎么可能有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呢 不就是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这个因和国也不就是 也是空心吗 那么这些都是空心啊 那么就不存在这个善和因果 所以他理解错了 这个准确的应该是 理解是什么呢 不是说因果不存在 而是说没有因果的本质啊 就是说没有真实的因果啊 当然也可以说 比如说在这个佛的境界当中啊 或者是我们的心的本心上面 去讲的话呢 那么什么本质不正 这根本因果根本就不存在了啊 但是那个佛的境界和佛的 这个佛心上面没有因果 这就不代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因果啊 我们的世俗生活当中没有因果 这两个是完全是两回事啊 所以这个不管怎么讲啊 这两个是就是不能同等的 等同的 所以就是说不无因果 然后呢不无因果以后呢 他就会什么讲的啊 使然作恶业啊 那就是就虽以的啊 就是作恶业啊 然后就是煞倒淫妄什么都做啊 然后为什么做呢啊 就是因为他觉得啊 不是佛就是不是说了没有因果吗 那所以呢我没有啊 必要啊去做这些事情啊 所以我就很随意啊 香港嘛就敢嘛啊 使然作恶啊 使然作恶业 网言 他这个时候呢 他还那他这个啊 他自己的这种行为 随意 随意的杀到淫妄的 一举是什么呢 他就就把用佛教的东西来 证明他这个是对的 他用什么呢 妄言本空啊 他就说不是是本来的空心吗 啊 本来的空心呢 那收什么劫呢 念什么佛呢 啊 心什么山吗 啊 都是空心 妄言本空 作恶物国啊 作恶也是没有国式的啊 没有国式的啊 就是一切都是空的 只有什么国呢 没有什么国 如此之人啊 如此之人 躲无间黑暗地狱 那肯定呢 就是就是这样子 这个造嘴的话 肯定是多恶举的啊 永无除其啊 永无除其除其是肯定有的 但是呢 这个就是就很长很长时间啊 所以是永无除其 若是职人啊 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啊 不应作入是见见啊 不应不应不应有这样子的见解啊 不能有这样子的见解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出现了一个见解这个字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也可以介绍啊 六诸 这大摩诸是这个这个轮里面呢 我刚才讲的这三个这个 这个啊 不作其实也有啊 这里面不就是有见解这两个字吗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明是一个见解方面的 同时也是一个 实际上是行为方面的这个啊 一个这个落无疾空 但是这个行为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他跟他的见解有关系啊 所以就是这个三个啊 见解的无这个无疾空 小心的无疾空 还有行为行动的无疾空 其实三个都这个里面有啊 也这样子也可以讲啊 也可以讲 所以这三个见解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啊 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们修禅修禅丁的这个啊 人啊 那么这也一定要 不是昨天 刚刚不就是大摩诸是讲过吗 让我们不要虚度人生啊 一定要哭求啊 他不是让我们去哭求吗 求什么 如果一无所有呢 那求什么呢 为什么还要求呢 那这就是说明啊 在本质上啊 是没有的 但是呢 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经济的时候呢 啊 是有的啊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是要啊 这个哭求 那这个哭求呢 虽然是呃 这个子不多 那怎么去哭求呢 啊 怎么去求呢 啊 那这个当中呢 当然有很多的内容呢 那这个当中呢 完全就包含了 比如说我们的四家星呢 五家星啊 那这些当中的一些 这个很多的内容啊 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去求啊 这并不是说啊 这个哭求呢 并不是说我们苦苦的求 善知识给我们讲啊 这如果是这样子理解的话啊 那就是善知识 我们苦苦的求善知识 给我们讲了啊 全部讲完了 那讲完了 我们就能够开悟了吗 那不会开悟啊 那不会开悟了 怎么办呢 放弃吗 当然不是啊 那个时候还要求啊 那还要求 那个时候怎么求呢 再去求善知识 没有用了 就是已经讲完了 将国的这个话再重复啊 只是我们这个比如说 我们的人知方面呢 可能反复的去听 可能是有帮助 但是呢 正无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苦求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的苦求呢 不是像善知识求 这个时候的苦求是自己修行啊 自己修行 把这些技术做好 那这个就是苦求的意思啊 所以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讲到这里 时间已经炒过了很长时间了 因为这个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的 不长一点的话呢 这个讲不完 虽然这不是很多 但是啊 就是我简单的这个 这个解释一下 其实不需要 这是中文啊 你们大家都能够听得 看得懂啊 看得懂 但是呢 如果不解释一个字面上的解释呢 我觉得是不需要解释了啊 你们自己可以看得懂的 但是呢 要稍微讲清楚一点的话 那就是需要时间的啊 需要时间的 这个就没有办法 一天就讲很多啊 就就只能这样子了 所以呢 我们一天如果是啊 就是像之前这样子 就讲个一个多小时 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要就花很长的时间啊 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牺牲一下 这个后面的 这个提温的啊 这个时间啊 提温的时间呢 会有的啊 大家有什么真正 必须要问的这个问题呢 呃 你们可以准备到时候 可以回答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的 这些问题呢 是已经在这个回灯之光啊 还有刻后的这些文答里面呢 其实是已经有的 只是 只不过就是你们自己没有看啊 所以你们认为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问啊 其实这个答案是有的 但是没关系啊 这个你们不一定 每个人都是很详细的去看这个 这个回灯之光的书啊 或者是这些文答啊 那么我们先长啊 或者是随时啊 相处问题的时候呢 啊 可以去提啊 这些问题其实是 其他的书里面已经有了 但是没关系 这个可以重复 可以反复的提 没问题啊 但是呢 今天就没有时间 改天会有时间的 大家到时候可以提啊 这样子我们现在呢 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回响 大家好好的做回响 说那么的一堂十四八年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一诚 但是呢 我 drum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